文大 文大 不能扛心 扛心就做不到事 沒有啦 侯友宜手裡包縱 嘴裡念念有詞 不貪不騙是做人基本 但文大訴社案 侯友宜說法短時間 已經三連番 那也反相關的這些問題 我想應該要讓文大自己去說 證據翻轉 跟文化大學無關之後 公司負責人太太任美玲 成為找查目標 侯友宜眼眶泛淚 打出親情牌 沒過多久 如果入了大家有問題 我太太說 她會立即解約 我從來不夠問我良家的事情 三種說法變變變 唯一的條理就是從文化到太太 通通不干侯友宜的事 但真的嗎 她女兒有這家公司的股票 侯友宜會不知道嗎 還說還要問她們娘家才知道 我們找到監察院 102年的侯友宜時任 新北市副市長的財產申報 她在任美玲投資 又育公司奏減剩下50萬 但當時未成年的女兒 投資了405萬 女兒變股東還跑到財產申報上 侯友宜不可能不知情 選舉就是全面的檢驗 對於各界的質疑 還是說明清楚才應該 資料曝光到哪 侯友宜說到哪 左閃右朵切割招 時間越久越難解套 三里新聞S群小組黃大風全 將我們綜合報導